大家好 我是Den 今年以Sach City 欢布文章节等 带给我们非常多快乐幸福的宇杰测 昨天在MBC的年末颁奖顶里 2020年内地上 理所当然的获得了大赏 而宇杰测也再次刷新了 韩文艺人前所未有的大记录 2005年以HappyTogether获得KBS年内地上开始 2006年无安多战MBC年内地上 2007年无安多战MBC年内地上 2008年Pamilika到达SBS年内地上 2009年无安多战Pamilika到达MBCSBS年内地上 2010年无安多战MBC年内地上 2012年任人面SBS演练 대상 2013年百岁野素杰TV部门 대상 2014年无安都将Happy Together 3 MBC KBS演练 대상 2015年任人面同仓一模SBS演练 대상 2016年无安都将MBC演练 대상 2019年任人面SBS演练 대상 2020年闹边无安年MBC演练 대상 后16次的大赏记录 然后在2019年大赏获奖感言的时候 因为提起了Kuara跟Sully 而让很多观众们都流泪的语解释 在今年的得奖感言 也是用战斗的声音提到了 前一阵子离世的邪心拍机场 而弄哭了所有在电视机前面的人 希望能在天安宁 真的希望有一天能再次出生 重新为大家带来欢笑 Yu Jetsuk被称为是Yu Nenim 都是有原因的 真心希望Yu Jetsuk能长命百岁 非常健康的一直能带给我们欢笑 下一个消息是 女团苦苦胆今天宣布解散了 所属公司表示 从出道开始一直努力朝前迈进 受到大家喜爱的苦苦胆 12月31号起结束正式的团体活动 公司与成员们长期间深度讨论之后 最终决定了停止团体活动 虽然团体活动会结束 但是公司还是会努力支援成员们的个人活动 再次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其实一开始 因为是Produce 101出身的 Sejang Mina哪样所属的团体 所以以为很快就能走上轨道 但是没想到 希望苦苦胆成员们 以后都能在各自的领域走划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看下一个消息之前 先给大家说一个我的故事 大家应该在横距里看到 韩国人吃饭的时候 不会拿着碗吃 会把碗放在桌上滴着头吃 而在我小时候 虽然家里吃的东西 大部分都是韩国餐 但是因为受到爷爷奶奶的影响 我在吃饭的时候 也是习惯拿着碗吃 然后在我刚上大学的有一天 跟我现在都关系非常好的 一位大学同学 一开始以为我是纯粹的外国人 看着我拿着碗吃饭后就跟我说 所以我就回他了 当然大家不要误会了 我们两个人的关系 现在也是非常好 这只是文化差异 没有谁对谁错 只是不一样而已 但是在前几天 JYP制作的日本女团尼酒 在出演的日本综艺节目里 进行答对题 就可以吃饭的游戏的时候 主持人都是拿着碗吃 而尼酒成员们是跟韩国人一样 没有拿起碗低着头吃 而收到了部分日本网友们的指责 尼酒不要跟狗一样的吃饭很脏啊 怎么谁都不拿起饭碗吃饭呢 太没有礼貌了吧 这是韩国的礼仪吗 果然很肮脏 用日本式吃饭的话 会被韩国人嫌弃吗 应该是尼酒成员们 在韩国培训了很久 所以习惯了韩国式的吃法而已吧 其实有韩国网友 把这个内容拿到韩国论坛后 也有韩国部分网友们 开始骂日本网友们 我们都知道 每个国家都会有 不喜欢特定国家的人 这些人就喜欢去看去听 对那些国家负面的消息 然后进一步的以偏概圈 不过看TNQ频道的 大家素质都很高 应该不会这样吧 我看真的每天的结尾 都来庆祝一位 爱豆的生日就可以了 不管怎么样 今天是旁谈送人的V 17 Choshua的生日 祝你们 还有一个摩羯座的女孩 祝你们三个人 生日 축하 生日 축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